請問老闆 求職難不難 請問老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黃若瑋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有說過 這個進步需要不斷的改變 不過要完美就要一直一直的去改變 而今天令您節目的可以說是 毛小孩們的超級好朋友 他們不僅是研發出了 亞洲第一款的 沒有果凍的罐頭 而且在台灣的私食罐頭市場 還是穩居市占力第一的品牌 而且成立十年 他們營業額已經達到 數十億的亮眼成績 我們趕緊來歡迎牧羊人集團 寄翁喵星球的執行長孫宗德 還有行銷長許雅筑奶妹 歡迎 歡迎 你好 歡迎來到請問老闆請坐 歡迎 兩位 看起來非常的年輕 我聽說大家都叫您光頭老闆 是嗎 對 我七九年次的 七九年次 對 我真的非常年輕 那奶妹呢 一九九一 一九一好不好 八十年 好厲害 當初其實年紀這麼輕的情況下 你怎麼會有勇氣創業 你不會覺得說很陌生很未知嗎 你怎麼有這勇氣踏出第一步 其實當時是有點走投無路 走投無路 因為以前太樂觀 原本想當發明家 所以選理工科 然後在這過程中裡面 選了電機又選了材料 然後常常這個成績就是吊車尾 對 就變成研究所其實也沒有考上 然後當時就覺得 那我是不是在這過程中裡面 可以把所學可以發明 或者是開發一些產品出來 對 所以當時因為家裡是貓奴 所以就開發了那個就貓草 其實當時我發現這個 困難的問題的地方 是在於我買了三盒的貓草 在通路上面 然後這個通路的 我買回去以後 就用很科學的方式種 三種不同的方式都沒種起來 我當時就跟通路老闆說 那就你不用退給我 你可以換貨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就這樣子種不起來很正常 我就說就一點都不正常 一盒一百五 然後三盒四百五 然後種不起來 然後我就問他正常多久了 他說正常十幾年了 我當時覺得 覺得這真的 就從當時的想法 覺得這太愚蠢了 我覺得不應該 不應該繼續存在 就覺得那我是不是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種不起來 對 這不起來的問題 因為貓草是一個溫帶作物 在台灣是雅熱帶 太熱太濕 它會發霉 會什麼的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天然 防霉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對 所以當時就 也是問了班上 很多很多的同學 就有一個同學覺得 滿有意思的 我們就一起做 然後後來 就當作念創業的研究所 然後是常識老師這樣 對 就想說 拼拼看做個半年一年這樣 當台灣的貓草王 貓草王 想說如果有成的話 對 貓草王 可能養活兩三人的公司這樣 是 那我們看到這個圖片 其實我看不太出來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差別 就其實我們花了一百萬 把左邊那看起來很漂亮的 那個石頭跟那個 像樹一樣造型的 的這個產品 滿特別的 對 那是一個 自動澆水的一個貓草盒 對 就是五天不用管 它就可以收成 那可是 很好的 對 可是這個產品 其實賠掉我們一百萬 為什麼 它滿好的耶 對 當時那個同學老闆 就有問我們說 她說 同學你是不是沒有女朋友 我說怎麼人身攻擊 什麼意思 對 她說 她說我們不知道顧客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當時想說要學以自用 所以就把很多的這些 可能自動澆水 五天不用管 很直男的想法放進來 對 她說女生要的是體驗 要的是每一天澆水 看到她長大的體驗 所以我們當時花了模具 開發這些產品 然後 對 就等於這些都報廢了 然後 對 然後後來才開發出 右邊那個純粹紙盒 然後把那些花里胡翹的東西 拿掉 把防媒的這個技術放進來 然後就做成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桶金是十萬塊的 這個收入 是靠這個右邊那個產品 這個 小小的貓草 一個紙盒 對 從 你說成本一開始 你們本金是十萬 然後現在創造了數十億的營業額 就從這一盒 第一個十萬 翻出第二個十萬這樣 太厲害了 我們知道說你們是研發 無礁主食罐文明的 那因為我自己有養貓 我也常常當中途之家 以前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以前也的確很好奇 為什麼那個罐頭裡頭 一定要有那個礁 那個是什麼洞嗎 對 很多果洞 就是我們從小就覺得 第一次寵物的食品 東西很貴 對 然後就覺得 好像已經痛到理所當然 然後當時想要給它吃好一點 打開罐頭以後就發現 裡面有很多的果凍 對 所以就覺得 為什麼我想要給它吃得更好 卻有這麼多 其實水我自己加就好啦 因為果凍等於水加膠 對 對 它是為了要讓它比較重嗎 還是什麼 對 其實就因為肉很貴 所以水其實當作一個填充物 其實是可以節省成本 對 然後製作也比較好做 對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出 全台灣甚至全亞洲 第一款的 沒有果凍的無礁的主食官 對 然後我們當時就 其實也大概花了快千萬 然後思考說 那我們用哪一句話 可以打動消費者 然後打動主人 就我們後來覺得打動 我們自己的那句話是 到底吃肉還是吃果凍 就我們用這個 比較簡單的一句話 這樣讓大家感受到說 其實真的 為什麼以前我們要買 這麼多有果凍的 的這些罐頭 因為其實有些毛小孩會對 果凍裡面那個膠會有點過敏 我們當時開發也是 因為家裡的貓咪 牠其實會有點拉肚子 對有膠的部分 對 所以就我們想說 讓牠的成分也盡可能簡單 然後也讓牠盡可能是 牠真的原肉 然後符合牠營養需求的產品 這樣 好 那聽說這個創業團隊的名字 以前好像跟您的父親 是有關的 就爸爸會覺得說 就可能栽培念了 什麼工程數學 量子物理 然後會覺得好像 好像沒有照著工程師 或者是我爸也希望 給我考學士後異科 或這種 對 牠會覺得 牠是不是覺得 你說你書都白讀了 對 然後牠就覺得 整天從小到大都不聽話 然後 對 然後就自以為是這樣 對 所以當時我說 我想要做這個貓草的時候 我爸就會覺得 那你就自力更生吧這樣 你就變貓草吧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 因為我爸把我趕出家門 然後因為他叫我自力更生 所以當時也是有點幼稚 所以我們就把團隊的名字 取名叫自力更生 對 所以我們公正名字 現在也叫自力更生 好賭氣喔 但是你現在這樣仔細想想 其實我覺得是 是爸爸表達愛的方式 只是他表達的方式 比較粗暴 對 比較傳統一點 初衷是好的 對 現在應該不會生氣了吧 對 牠現在會覺得 要幹嘛那麼累這樣 就覺得 對 就整天八點到晚上十一點嘛 然後可能發那麼多人的薪水 然後自己租一個小房間 然後什麼的這樣 牠反而捨不得你了 對 牠覺得以前念書都沒那麼認真 好 那接下來要問問奶妹喔 你身為行銷掌 你應該有很多不同的 想法跟靈感 那我想要問你 你自己認為 光喵星球是一個怎麼樣的品牌 像我們的原料配方 都是由獸醫顧問 然後還有是動物科學 專業的夥伴來做研究 對 然後參考論文資料 然後去打造適合 毛孩天性的這些營養配方 那所有的配方 都是公開透明的 我們希望每個 選購我們產品的毛爸媽 牠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安心 對 一方面安心 然後一方面也知道 自己的錢 選購到的東西 到底裡面是什麼樣的成分 對 那再拿起我們的產品 你可能在上面 不會看到不認識的單詞 因為每樣的東西 都是很公開 很簡單 很純粹 對 那像在產線部分的話 我們是每天喔 每天會花兩到三個小時 人工去品檢這些原物料 我們要想辦法去剔除說 可能這些肉肉裡面 會夾雜一些些異物 或者是難免會有一些小蟲 那希望在第一關 就把它把關好 這樣產線上的東西 會比較安心 真的很像在幫嬰兒食品 做這個品館 奶妹 你們社群經營得非常成功 所以你們對品牌行銷 有沒有什麼特別信仰 還有你們品牌 有哪些知名的代表作 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大概是在2017年的時候 加入完喵星球的 那那時候其實在台灣 已經有非常多的 台灣的寵物品牌 然後那時候社群也很熱 社群媒體也很熱 所以大家都會經營自己的社群帳號 那那時候比較多的流行的是圍繞著產品 大家想要告訴每個消費者說 我們的產品是有什麼不一樣 特別好 那我就是那時候我們在思考 我們就站在一個 我們是毛爸媽的角度 去想說我自己想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需要的資訊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了 我們想要來推廣一些些照護毛小孩的知識 就是汪妙冷知識 那當時我們就選擇了 當時廣告比較少的Instagram 然後當作我們的經營的主力 然後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圖文 然後去傳遞一些些 不論是寵物的營養學 行為學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 食衣住行的一些小小的訣竅 然後希望消費者們 可以透過跟我們長期的追蹤 然後互動 然後可以用一個更正確 而且輕鬆的方式 養育自己的毛小孩 是 乍聽之下 這個其實跟我們的產品 沒有什麼關係 對 你們其實是有點像在科普 對不對 對 但其實這些知識的背後 它的理念跟這些心法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其實這些家長透過這樣子 看我們的內容 他可以更認識我們 對於經營品牌的初衷 然後對我們產生信任 然後一起把我們的毛小孩 給照顧好 我們現場好像有一隻 破百萬觀看的短影音 是不是 對 這是近期 我們一隻新的reels 在Instagram上面 然後這支影片 它其實是在講的內容是 你家的貓咪有什麼行為 就表示它很喜歡你 對 這是愛的表現 那這個影片 他其實跟營養好像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 可是他其實是想要呼籲的是 你除了給你的家的貓貓狗狗吃東西 吃得好 睡得好之外 你偶爾也要跟他相處 觀察他的行為 你才知道他有沒有身心都很健康 那你們也希望透過品牌力量 來幫助更多的毛小孩 有沒有實際參與過的經驗 流浪動物 對 我們講流浪動物 其實是臺灣一直很嚴肅面對 然後也急需解的一個問題 對 那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研發團隊 還有自己的工廠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這些研發中 或者適量產的商品 那這些產品 其實有可能會因為口味啊 口感啊 不符合我們的預期 沒有辦法正常的販售 可是其實它的材料非常的好 營養配方也都沒有問題 它仍然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那這樣的產品 我們就會去分送或捐贈給 這些動保單位 然後讓那些可能被安置中 平常生活品質 可能沒那麼好的毛小孩 偶爾可以加菜 對 那這是在公司的部分 我們定期都會做的事情 對 那我自己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離開網苗星球 有準備計畫到美國去常駐 對 那時候我就去申請成為了護權大使 護權大使 對 護權大使他是一個志工 對 那他這個志工的話 你不太需要付出金錢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很繁瑣的申請 你只要去登記 那你只要有出國的行程 你就有機會在出國的時候 順便帶一隻在臺灣 沒那麼容易被送養的狗狗 到國外 然後去在海外的聯絡人 海外的領養人 讓他們可以團聚 好酷喔 當時新聞有大篇幅報導 說是一個廢水事件 是 當我們不夠追根究底的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有辦法 透過可能外包找到廠商 然後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可是卻發現我們其實 從第一天就錯了 好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在創業的過程裡頭 不可能都是甜的 是 一定也有苦的 也知道說你們其實歷經了恆大的公關危機 那我知道這個公關危機 就是當時新聞有大篇幅報導 說是一個廢水事件 那可以聊一下 你們那個時候 是怎麼面對這個難關 因為新聞其實報蠻大的 是 我們的這個工廠 它在整個工程的過程中裡面 然後包含從開始建制到後期 其實在我們整個過程 大概一兩千天裡面來講 其實陸續都有這種 我們等於水沒有完全處理好 就算它是食物的水 可是它還是不符合規定這樣 我們初衷是想要透過建工廠 然後做到就是從工廠 就直接批發給主人 讓他可以用到兩倍好的 食材一半的價錢 可以長期去做好 可是我們太小看了工廠的複雜性 跟這個專業性 所以當我們不夠追根究底的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有辦法透過 可能外包找到廠商 然後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可是卻發現 我們其實從第一天就錯了 就包含我們在選址的時候 其實就選了一個 幾乎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這個標準的一個位置 對 所以當時也不懂 這些細節的時候 我們繳獲了一年 兩年 三年 就還是一直沒解決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打掉重練 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不應該只是符合標準 甚至我們要好十倍 要做到比較極致這樣 對 所以像我們在新的廠 從第一天建置 在一到兩年時間內 我們現在是取得 像台灣第一間的這個ISO 一四零零一 就是環境管理認證的 這個寵物工廠 對 那我們不僅是想說認證 其實很冰冰的 那我們也希望 其實做到所見即所得 就是我們把這個水 是可以處理到 不僅養魚 可以洗臉 這種程度 就比標準 可以再好五倍 好十倍這樣 這個是已經可以養魚的 狀態對不對 是 就我們特別挑了一些 不管是漂亮的魚 或者是它對於水質 會比較敏感的魚 對 然後我們希望它是一個DNA 因為我們當時其實 在快速成長過程中裡面 我們沒有意識到說 其實我們的不管是影響力 或者是對於附近的鄰居 環境的影響 對 所以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包含我們內部的每一個夥伴 他都在看到這個水池的時候 都會覺得 這是我們要持續做好的事情 對 我們用的水是要可以就是孕育生命 照顧生命 沒錯 沒錯 剛剛講到你們對產品的用心 產品不只是用心也很多元 從像生食罐頭 然後臨時到日用品 有沒有什麼有意思的開發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對 就是我們當時就發現 大部分的產品 它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在討好人 不是從毛孩的角度出發 所以像大家可能 可能之前有看過 可能背包上面有那個 太空艙 對 太空艙一樣 對 那甚至有 我們有夥伴的貓咪 他背那個出去的時候 頭撞到那個太空艙以後 他會流鼻血 因為他是硬的 你說貓咪的頭撞到太空艙 因為他會一直搖嘛 對 對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通常在背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長這樣 他是會有點傾斜的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 其實不管是背狗狗跟貓咪的時候 背在背上都會甩來甩去 對 所以我們當時就思考 我們有沒有辦法設計是 其實可以調整重心的 像這個下面是一個梯形 然後背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背在背上的時候 它就會剛剛好 它就會剛剛好是 可以讓小孩在這個背上的 就是一個書包 對 對 然後可是平常在家裡 它是窩 對 它在家裡是窩 所以是個家可以背出去 然後它要是斜的 要是平的 它都可以這樣 對 這真的很酷 那我們是不是邀請一位同學 來背背看 好 那請我們執行長 您後面也有 你也可以選後面 選妹好了 對 好 請 來 好 那可以幫我們就是示範說 差別在 你說 剛剛是背的間距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這個底部的重心 它會往上傾斜 變成像梯形 所以它跟著背起來的時候 這塊是有點往內靠的 它就有傾斜 所以毛小孩在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很好的靠在背上面 好 對 所以就不會甩來甩去 你覺得背起來感覺如何 還滿舒服的 就感覺對人跟寵物都很有聲 會不會覺得有不舒服 就是太重的感覺 不會 不會 這很輕 比想像中還要輕很多 比想像中還輕 那它是會覺得很貼合是嗎 對 就是很舒適 很舒適 對 那太棒了 好 那就這個送給你了 來 請回座 謝謝 幫你拗到禮物了 謝謝 那這個產品我相信 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 你們這麼了解 貓小孩的需求 是不是你們平常在工作的環境 也是跟著貓貓 狗狗一起上班呢 在蛙喵星球上班 你應該很難有一天 看不到貓貓或狗狗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然後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我們第一次替一隻貓咪接生 這隻貓貓的名字叫做沙茶 然後是因為它的身上是 那個代媚花紋 花花的 所以我們把它取名叫沙茶 沙茶 對 還滿像的 對 沙茶它曾經是在 我們的工廠的附近的流浪貓 那因為我們固定都有在 幼捕貓貓去做結紮 那它是一隻戒心很強的貓貓 我們花了好幾個月 跟它培養感情 然後終於幼捕到它 帶它去受醫院 那到醫院的時候 才發現它已經懷孕了 對 但它已經懷孕了 我們不太可能 再把它丟回去嘛 是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冬天 寒流來 我們真的捨不得 真的 讓牠自己一隻貓在醫院 或者是說又回到一個 很冷的戶外環境 對 所以我們就整理了一間會議室 放紙箱 小被子 然後希望牠可以在一個 比較溫暖的地方待產 破羊水的那一天 我們的夥伴都是在牠的周圍 然後那個當下 牠是搭著我的膝蓋 生出的第一隻小貓 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強烈的 生命教育 對 所以那個當下 我們為了記錄這個珍貴的一刻 我們架了手機 攝影機 直播這個畫面 讓我們的客人 我們的夥伴 可以參與這個很神聖的一刻 然後最後是有粉絲 跟我們夥伴們 一起幫沙茶的小孩取名字 這麼酷 對 因為牠是沙茶嘛 所以牠的小孩 很大一部分都是火鍋料 牠的小孩都火鍋料好好吃喔 對 有豆腐 然後有豆油 有肉鬆 有魚板 就很可愛 那每一隻 好可愛 都肥肥胖胖的 最後讓我們的夥伴 分別領養回家 現在都是超幸福的寶寶 那執行長 你們應該也有 對你而言比較特別的毛小孩 對不對 是 幫我們介紹一下 畫面你的這隻貓咪叫茄子 對 茄子 因為我們工廠在新屋 大概四千坪的工廠 那其實都一直會有很多 因為牠們很聰明 會互捧一半 就是這邊其實是貓咪的樂園 大富翁就是有吃不完的食物 對 所以就會一直來 我們當時撿到牠的時候 是牠就在那個角落 然後甚至在水溝旁邊 然後有點奄奄一息這樣 那我們當時就趕快帶牠去收醫院 然後就發現牠 可能除了有腎病以外 也有一些腫瘤 一些的問題 對 然後醫生說 可能牠的壽命 不會再可能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在當時 對 可是牠當時其實非常撒嬌 也非常黏人 所以其實 其實夥伴們 我花了滿多的時間照顧牠 然後我們甚至也因為牠 我們開發了專門屬於這種 可能生病貓 牠相對比較友善的 這個低齡的相關的食物罐頭 然後讓牠可以生活得更好一點 所以左邊跟右邊也可以看到 牠前後的這個變化 這個沒有披圖 對 沒有披圖 沒有美顏吧 這牠很多 牠真的幸福的貓 看臉就知道 對 然後牠 其實中午午休的時候 會跟我們的夥伴 牠一起睡覺 在牠的頭旁邊靠著一起這樣 好溫馨 而且我自己 因為以前養過一隻貓貓 也是有生病 如果發現貓咪就是 我不知道牠很喜歡 去喝水龍頭的水 但是我覺得牠好像平常 牠真的不太愛喝水 然後那時候就是 收醫的我跟我說 一定要給牠喝那個 鹼性離子水 我就一直去買鹼性離子水 所以其實腎病的貓 的確是很不好照顧 能夠照顧成這樣 我覺得你們真的非常厲害 好 感謝你們兩位的分享 那等一下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就要帶大家來吃雞 這麼可愛的辦公室 每天上班都有動物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我剛剛看到你們後面的牆 有好多寵物喔 對啊 這是我們 每個夥伴家裡的貓小孩 牠如果在工作啊 休息的時候 在這棚裡面都可以一直 看到自己家的貓小孩 然後也會想到 我們在為了 這些貓小孩在奮鬥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來到 汪喵的這個辦公室囉 看看這個團隊夥伴們的 工作環境 我聽說這個環境是奶妹 親自設計的 太好奇了 一起來看VCR吧 怎麼有一股可愛的味道啊 這味道是從哪裡傳來的 哇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請問你是老闆嗎 是 我是光頭老闆 為什麼你們家會有動物 可以來上班啊 這是辦公室不是嗎 不是 寵物公司啊 原來如此 那我今天可以好好參觀一下 你們辦公室嗎 歡迎歡迎 哇 你們辦公室 真的好寬敞喔 對啊 我們在這邊有兩層樓 大概快一千坪左右 這麼大 然後團隊大概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都在這邊辦公嗎 哇 這邊大概快兩百人 所以等一下可以再一起介紹一下 然後有 滿多有意識有巧思的這個空間 哇 這好漂亮 對 像第一個 像我們這一間叫米克斯 是大家休閒啊 直播的地方 所以像裡面不管沙發啊 不管唱歌啊 Switch啊 都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體驗一下吧 對 好 哇 老闆 你們這邊 為什麼會有KTV跟Switch啊 對啊 我就希望 夥伴們他休息的時候 可以好好放鬆 那 這一隻狗狗就太可愛了 長毛吉娃娃 可以介紹一下嗎 對啊 他叫喀喀 對啊 那他是天才 天才吉娃娃 天才吉娃娃 怎麼樣 他會轉圈圈啊 他也可以裝飾啊 對 他也可以握手 他也可以用貓砂 所以根本就不用擔心 他亂尿尿的問題 因為他會自己用貓砂 對對對 然後自己也會在幫助室 跑來跑去 所以也有散步的效果 太可愛了 我剛剛看到你們後面的牆 有好多寵物喔 對啊 那這是我們 每個夥伴家裡的貓小孩 對 原因是因為 他如果在工作啊 休息的時候 在這空間裡面 都可以一直看到 自己家的貓小孩 然後也會想到 我們在為了這些貓小孩在奮鬥 所以會特別有靈魂 是 但是老闆 我剛剛也發現了 你以前有一張照片 這個頭髮挺茂密的喔 對 因為現在變強了 所以變強了 一拳超人 了解 那其實 我覺得在一家公司裡頭啦 當然一定不會只有吃喝玩樂嘛 對 所以你們應該也有 特別認真的時候 對啊 所以平常 蓋工作的時候 我們這間可以做蠻多 一般是會議啊 大家開會啊 討論啊 內訓啊 然後休息的時候 也好好休息這樣 對 哦 所以啊 一間公司我覺得可以成功 一定是大家該玩樂的時候好好玩樂嘛 對 然後該努力的時候 對 而且你知道為何而戰 為了貓小孩 為了貓小孩而戰 好 那等一下 再帶我去參觀另外一個 下一個戰點吧 走 捨不得走了啦 哎唷 哇 好可愛喔 老闆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上班啊 他們在上班 他跟貓小孩一起上班啊 可以這樣上班的嗎 這是我們的拖音中心的設計 帶著貓小孩一起來 有時候這樣效率反而更好 這個是 哇 這是這個 貓小孩的名字 叫巴庫 對 然後這是奴才的名字 還有奴才的名字 叫雪若 所以同人都可以帶貓小孩這邊 都不用怕他會亂跑耶 對啊 那些害羞啊 這個貓小孩都可以有一個 專門的空間 然後也有很多在桌上的 等一下也會看到 哇 太棒了 還有VIP包廂 等一下可以再帶我去多看看嗎 走 你在看什麼啊 哇 這邊是零食天堂耶 我的天啊 對啊 我們這邊都是吃到飽喔 吃到飽 可是其實真正關鍵的不是這個 真正有靈魂的是這個 許願板 哇 為什麼會有許願板啊 而且它不僅可以許願板 它可以吐槽 我們希望的是 它有什麼想要吃的 不喜歡吃的 都可以在上面讓我們知道這樣 欸 我想問 除了這個泡麵啊 餅乾啊 哇 天啊 下面還有超多飲料 還有什麼 這邊 我看好像也藏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還有高蛋白的 這個雞胸肉啊 然後我們還有冰棒啊 欸 老闆 你們這樣子 這麼多食物啊 會不會 大家都跑來吃零食 然後影響工作效率嗎 對啊 其實這樣反而 幸福好更有效率 怎麼說喔 對 因為其實常常 開會的時候難免 還是會有一些煩躁啊 會有一些情緒啊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它其實來吃一根冰棒 整個風格都降下來了 你講的很有道理 對啊 我現在突然又覺得 愛上我這份工作咧 真的 對啊 因為你等一下 趕快吃完 我帶你去運動 你太過分了吧 才剛吃完美食你就叫我去運動 對 因為我們是一間健康的公司 我們把這個熱量把它消耗掉 好吧 你說的也有道理 那走吧 走 這邊是我們的桌球室 然後我們平常這邊有很多社客 像什麼皮拉提斯啊 瑜伽啊什麼的啊 都會在這邊 那這樣子其實休閒空間蠻夠的耶 對啊 就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也可以很健康 是啦 但是老闆 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手上拿著桌球拍 然後一邊又踩著腳踏車 你在想幹嘛 我也跟你下贊帖 下贊帖 你是 請問你是選一個好不好 你這樣我很為難 我可以一邊騎一邊跟你打 哪裡 你說的 對 來 你有辦法 來 完全沒問題 唉唷 聽說你是桌球校隊是不是 來 我們試試看 來啊 開玩笑 我跟你講我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桌球也是拿99分啦 老闆 這裡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我覺得心情格外的平靜 對啊 這間是我們特別設計的 來讓夥伴可以放鬆的地方 難怪我覺得特別的放鬆 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地方 人身體會感冒嘛 我們也覺得心理也會感冒 所以有一個地方 我們特別請心理諮商師 然後設計了一個比較適合 放鬆休息的環境 還有你們的諮商師是先預約 然後就來這邊就可以做資訊 對 就是公司會提供免費可以預約 因為常常諮商師價格太貴 大家也不知道要找誰 所以我們就要找到 對 讓大家真的痛苦的時候 有個出口可以 而且應該說是諮商師 一般人會也不好意思去找 可是如果公司有這個福利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會想說 欸 好像可以用得下你知道 對 就比較敢勇敢垮出去 對對對 就可以去試一下 try一下 所以這就是讓我盡盡試 對 就讓大家可以從 從身體啊 心靈啊 健康啊 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照顧這樣 我覺得這個地方非常適合我 那我就先去那個按摩椅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如果大家的環境裡頭 到處都有貓貓狗狗之外 你們連螢幕保護程式 都是貓貓狗狗 好誇張 就是網小孩子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打拚的靈魂所在 所以他會一直在那邊 所以我們會記得 我們做的每個決策 都跟他們有關 因為我也有發現說 像你們的整個環境空間 到處都有貓紗 貓窩 而且你們連地板的這個地毯材質 都是寵物友善 沒錯 因為把夥伴照顧好了 然後夥伴就把困難照顧好 我發現你們不是一般就是 只做這個寵物產品 經營的產業 你們也是有一份 好像是對於社會的這個 寵物的企業責任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愛的產業 愛的產業對不對 我真的不蓋你 我今天來這邊一天 我覺得我整個人都被融化了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很喜歡貓貓狗狗的人 真的很適合來你們這邊工作 對 我就感覺你被融化了 我覺得可以找你當代言人 真的 真的可以找我 我真的是完全的被融化了 那我覺得如果說大家 真的看完今天我們這一集 然後也很想跟這些毛寶貝一起上班 或者是帶著你的毛寶貝 一起來上班的話呢 就看我們棚內的訪談 就可以知道有什麼樣的條件 就可以進入汪喵來 跟大家一起成為好夥伴囉 我們棚內見 哇 剛剛看到這個辦公室的環境 真的太療癒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 我身心靈都受到了洗禮 而且這麼乖 這麼可愛 天啊 我也想跟柯基一起上班 他叫莉莉 你好 我知道你是事事組組長對不對 等一下要再麻煩你喔 謝謝 好可愛 受不了了 好 那我也很好奇 能夠進入公司 跟莉莉一起當同事 需要怎麼樣的條件呢 對 因為其實可能很多的夥伴 曾經以為說可能進來 一定要有養寵物 是 可是其實不一定 就是我們第一是對動物有愛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我們希望來應徵夥伴 眼睛是會發光的 就是它是有熱情 有理想會想要把 就有點 它可以享受在工作裡面 像我當年看到奶妹的時候 就她的眼睛就特別發光 眼睛有發光 是嗎 對 後來就發現 因為她沒有鏡片 看得特別清楚 原來是因為沒有鏡片的關係 特別清楚 或者是因為看到莉莉的關係 所以眼睛就特別發光 我說真的 如果到那邊去面試 我相信很少有人會眼睛不發光 尤其就是去面試 一定是愛動物的人嘛 對不對 這是貓貓狗狗的飲食嗎 對 就是都是用原肉 然後不調味的方式 用冷凍真空乾燥的方式 直接做成的 所以它的好處是 加水可以完全還原成 原來的食物的樣子 然後乾的吃 試的吃都可以 然後它很鬆就是 可能大狗 小狗 可能老犬 老貓其實都可以 這個是什麼 這是 北海道的大干貝 對 可以看到 干貝 大干貝 對 你們很捨得用這個干貝 聽說還有等級的 三S的等級 厲害 請問我可以吃嗎 可以 可以 我們平常都會加在泡麵裡 什麼的 加在泡麵裡 然後或是我媽都會拿來炒菜 厲害 對 它可以吃這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沒有問題 我才可以想喝 這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會吃 同學手上也有 吃吧 大家快吃 現在就吃東西時間 它吃起來真的就是干貝 很妙 因為它遇到口水融化以後 就是干貝 對 因為以前 就我們在一開始 辦寵物展的時候 我們都會自己吃 然後我記得在2015 2016的時候 大家經過會覺得 你怎麼吃寵物吃的東西 然後可是 很好吃耶 對啊 可是到了近兩三年 我覺得其實 就其實越來越多人會覺得 就像我們也這樣覺得 就是要我們自己敢吃的 差一趕給幫小孩吃這樣 對 我覺得他 他已經沒有要吃 他自己的飼料 他就是想吃這個 可以吃 好 那你這樣 你對著鏡頭給攝影師叔叔 看你吃東西 這個是什麼啊 好好吃喔 對 然後這是台灣的小卷 這是小卷喔 這是小卷 對 就其實在寵物展裡面 比較多可能都是什麼鮪魚 然後都是 那我們希望把一些 可能山珍海味 可是又很健康的這些食材 可以讓小孩他也可以享受到 一人一半感情不會散 散 好好吃喔 那我可以問一下 有吃的同學們 剛剛 柴婷 柴婷 您剛剛吃了不少 可以幫我形容一下口感嗎 我覺得吃起來 就是很原汁原汶 沒有添加什麼 其他東西的感覺 然後我原本以為 就是可能會 腥味很重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沒有 就是很天然的 就是人吃也覺得 很好吃的程度 先讓我吞下去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請問老闆現場 我們被匿名檢舉 然後那一位匿名檢舉者 他找了一位議員 然後開了記者會 把這件還沒有被驗證的事情 拉上到檯面上 那那時候我記得一天之內 我們收到了破百萬的 錢的退貨量 破百萬啊 一天 一天 歡迎回到請問老闆 當然請問老闆 就是要來問老闆問題囉 現場 我們還有這麼可愛的 莉莉陪著我們 等一下也可以問莉莉問題 好 沒有我開玩笑的 三二一 請搶答 好 那我請事情好了 執行長好 請問你對於創業 和你自己所學的科系之間 有關聯性嗎 其實我曾經也覺得 就是怎麼可能會有什麼關聯 差那麼遠 我學材料工程 電機工程 然後寵物好像跨得很大 可是後來在創業的路上裡面 就發現以前大學學的不管包含可能對於怎麼學習 學習 包含在物理啊 數學啊 科學上面 其實我們後來應用到像貓砂 應用到背包去算那個物理的角度 怎麼樣他的鏡膜差力會最大 就發現其實 其實如果真的要讓他有關聯 還是還是蠻有機會的 然後另外是在感性的層面的話 是就在這個考試過程中裡面 當時一直是這個 非常非常及格邊緣 要考一整本的原文書的時候 當時就覺得 其實當時訓練的這個看壓力 跟面對這個挫折的能力 其實對未來其實都蠻有幫助的 很棒的分享 好 那再來要由哪一位同學提問呢 三 二 一 請搶答 好 那我想騰倫好了 我想請問執行長 你有偶像嗎 偶像喔 對 就其實 貝佐斯嗎 其實一路上有滿多偶像 對 貝佐斯也是光頭嘛 對 所以我當時在想 對 其實我滿喜歡他的一句話 是因為大家都喜歡問說 到底未來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會改變成什麼樣子 可是他當時的回答 我覺得滿有智慧的 他說其實更重要的是 那些不會改變的事情 就是有什麼是零售的三大不變 對 那其實我們也因為 這樣的思考方式 回頭去思考說 那寵物行業裡面 有什麼是三大不變的 對 然後也幫助我們可以幫我們 現在包含我們覺得這個營養 包含照顧 然後好的食材 好的人 這些我們覺得是不變的 那我們怎麼樣把更多的資源 再投入在這些不變的事物上面 而不是一直去追尋 那些變的事情這樣 好 我剛剛說 貝佐斯我真的是猜的 沒想到 真的是 這個真的很像 對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提問者 三二一 請請 好 那就請進程好了 我想詢問奶妹在任職期間中 最挫折的經歷是什麼 謝謝 最挫折的經歷喔 應該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行業上 一直想要做一些突破的事情 然後想做很好的產品 可是其實難免會偶爾有一些競爭關係 然後會受到一些匿名不實的檢舉 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第一時間 提出一些證明或檢驗報告 然後讓這件事情就是結束 但是我們曾經有一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們被匿名檢舉 然後那位匿名檢舉者 他找了一位議員 然後開了記者會 把這件還沒有被驗證的事情 拉上到檯面上 那那時候我記得一天之內 我們收到了破百萬的 錢的退貨量 破百萬啊 一天 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在辦公室 那個客服的電話是 響不停 響一整天 想到你很想要把那個電話機給拔掉 但是不行 當然冷靜下心情 我們好好的去思考了以後 我們那時候領悟出一件事情 是與其去跟這些看不到的敵人 去做對抗 其實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去那些 去關心那些在乎我們的人 在乎我們的客人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選擇 做了一件事情是 我們開了直播 那是我人生生平第一次的直播 是開直播 然後我到我們的合作的寵物通路上面 去隨機抽了一個罐頭 然後全程直播 不間斷的送到第三方 第三方公正的檢驗單位 去做檢驗 然後想要告訴我們的消費者說 我們坦蕩蕩 我們想要讓你們相信我們 我們對自己的東西是有信心的 也希望你們對我們有信心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真的真實是最重要的 大家覺得說 我真的可以看到你們用心 而且又是一個很直接了當 坦然的去面對爭議 我覺得這勇氣是非常好 好 那剛剛已經講到了 這麼多的故事 接下來要換大老闆來出問題囉 好 今天準備了四個題目 而且答對同學呢 聽說會收到很有趣的福袋喔 來看看今天大家吸收了多少 這個小故事跟知識呢 我們現在就請執行長來問問題 好的 好的 那我第一個問題想問的是 我們認為毛海的幸福來自於什麼 這個問題我們三二一 請舉手 好 那我們請采齊來回答 不好意思是采齊 因為剛才就是執行長跟奶妹 都有講到 品牌理念是把毛小孩 當自己的Baby對待嘛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很認真 專注在健康的食物上面 所以健康的食物跟快樂相處 我覺得應該是最重要的 謝謝 是嗎 答對了 完全是 完全正確 好 OK 非常好的表現 那再來的話呢 邀請奶妹來出問題囉 好 我想要出的問題是 護存大使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能申請的呢 這個問題 OK 那請大家三二一 請搶答 OK 那個我們請玉靜來回答好了 你好 我是東吳大學的李玉靜 護選大使剛剛有說到 是每一個人都有能申請的 可是我想另外問的是 如果是每個人都能申請 那他又叫做大使的話 想必是會在國際上面有 可能跟國際上面有交流 那他是不是需要一些 比如說語文能力的證明啊 或是需要有相關的能力 才有辦法升任大使 然後跟國際間做交流之類的 謝謝 護犬大使他的這個 其實是一個名稱 對 他其實就是保護狗狗的 一個國際志工 國際志工 對 做想像 所以你不用擔心自己 會不會語文能力不夠好 因為他或者是說 流程不夠熟悉 不用擔心 因為他你都會有一個 中途單位 他協助你 那那邊有志工 他會準備小費給你 你可以拿去到現場 在那個機場會有人幫你推狗狗 因為有時候狗狗很大隻嘛 因為他有準備小費給你 他幫你跑完所有的流程 所以你只要很安心的 開心的接狗狗 然後跟送狗狗給他的 新的家人就可以了 謝謝 也謝謝玉鏡 這個問題非常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要再請執行長來問問題囉 想問我當時跟奶妹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發現了她什麼特點 發現了她什麼特點是嗎 對 好 那我們三二一 請搶答 請書尾回答 眼睛裡在發光 眼睛裡在發光 是這個答案嗎 是 OK 恭喜 好 那再來邀請奶妹出題了 這個問題有點難 那我們只要說出兩個就好了 兩個 對 就是我們街生的那一隻貓咪 沙茶他的寶寶叫什麼名字呢 這一期真的是會有點難 剛剛一定要非常仔細心才會知道 好 那我們三二一 請搶答 好 請自身來回答 好 那我們剛剛這些同學們 其實都是 我覺得大家看到Lily 那也聽到兩位 就是其實跟他們距離 沒有這麼遠的企業家 來做一些對談跟交流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 更有一些火花跟衝擊的 對 那也請兩位對著大家 還有對著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來說一下 這麼年輕就創業 然後經歷過了這麼多起起伏伏 有沒有一些心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可以分享的是 可能盡可能不要結果論 對 因為當年我剛創業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朋友會覺得 如果你一年失敗了 你這一年就浪費了 對 你這三年失敗 三年就浪費了 對 可是我當時覺得 如果 可能就算交往另外一半好了 好像三年浪費 如果交往了十年分手 這十年是浪費了嗎 就好像 好像就怪怪的 所以就發現 好像大家在思考的時候 如果能夠更 在過程中裡面可以去想說 可以學到了什麼 或者是感受到了什麼 對 那可能會 我覺得會更 更 對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可能可以更勇於嘗試一點 對 所以如果一句話的話 我就是可能年輕的時候 可能盡可以勇敢去嘗試 然後不要打安全牌 對 可以 說得很好 更勇敢一點 踏出舒適圈 對 然後去挑戰自己這樣 好 那奶妹呢 剛剛老闆提到說 要勇敢踏出舒適圈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永遠 勇敢的去挑戰老闆 勇敢的去挑戰老闆 對 那今天我們同學 都有做到 對 對啊 因為其實有機會 可以在同一個團隊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有 共同的理念 是 所以說如果理念一致 目標一致 什麼事情我覺得都應該可以 提出來交流跟討論 對啊 有討論有激盪 然後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夢想做得更大 跟我們的節目一樣 請問老闆 沒錯 因為其實我自己帶團隊 也是這樣 你看前面這些就是一直在挑戰 每天都在挑戰我的人 好啦 看一下 都照他們 好啦 沒事 我覺得其實非常感謝 我的團隊夥伴 他們也常常會 怎麼變成我在分享感言 他們也常常會有一些所謂的挑戰 但是他們跟我講 都是用一些溝通的方式 我也常常跟他們說 不要害怕講出來 因為我也不會說 因為這樣子去罵你們 這是我們的一個溝通方式 反而你把事情 憋在心裡不講 我覺得這反而有可能造成 大家更大隔閡 還有內心的距離 會越拉越遠 我覺得反而不好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兩位 謝謝 好 那我們每週五晚間八點鐘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我們的請問老闆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您讓�ρ 我們下週再見 再見 按 explore 然後 我們下週再見 請ran 請ran